无论在美国生活、工作还是短期学习 都可能与美国的法律打交道 但由于东西方观念及社会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 许多来到美国的华人对美国法律只有模糊的认识 我们将为大家分享邓宏律师著作 《美国生活实用法律手册》来加强普法宣传 希望大家的美国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法律微课堂 本节目将在YouTube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号视频频道首发 每期时间周六至周三晚十点上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 第三章 理财法律 引言 2012年报税季期间 洛杉矶地区一部分中国留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条信息 留学期间所交学费只要超过4000美元 就可以拿到美国联邦国税局的退税 不少学生还引用某些同学 以通过某某会计事务所 拿到了若干退税款的实力来证实这一传言的可靠性 一传实实传百 不久这一信息就在留学生群中散播开来 而男家多所高校的留学生 也都有人陆续向国税局申请到了退税 其中人数最多的当属加州州立大学北领分校 该校近有200多名中国留学生 通过学校附近的一家报税公司成功申请并拿到了退税 事实上这些学生所申请的是只有绿卡持有者和美国公民才有资格申请的 美国人机会抵税额 拿F1签证的留学生并不符合申请资格 而了解到真实情况的同学们不但感觉受了骗气愤至极 纷纷也担心这样的记录会影响到日后找工作以及在美国的身份问题 其中一名留同学透露 他当时是听朋友说拿到了AOTC退税 于是自己也去申请 并且以为如果留学生不可以领取退税 会计公司肯定会告诉自己的 根据留同学的描述 帮他们申请退税的那家税务公司是学校附近 两名墨西哥一开的一个家庭式的小公司 当时还收了他75美元的手续费 所幸这起中国学生误领AOTC退税事件 马上引起了国税局方面 以及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的重视 中领馆人员也在律师的协助下及时处理 商讨出集体补救方案 这些留学生误领退税的行为 事实上已构成违法 依法可以被驱逐出境 好在中领馆及早采取行动 向报税公司施压 要求其位学生更改报税 并发律师函警告 如若拒绝 领馆方面将向加州会计师协会报告 或采取法律诉讼 最终才帮助学生成功脱困 事实上不仅仅是申请退税 留学生以及来自中国的游客朋友 在美生活于逗留期间 所遇到的财务方面的各种骗局数不胜数 究竟该如何防范 规避陷阱 这一单元就要为大家详细说明 中国民众如何在美购置房产 一在美购房优势分析 根据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数据显示 中国人目前是美国房地产摇摇领先的最大国外买家 无论数量销售额还是成交价都高居榜首 而加州仍然是中国买家最青睐的职业之地 那么多中国人远赴重阳来美购房 好处究竟有哪些 首先不同于中国房产公有制 买房之后最多70年使用权 在美国房产实行私有制永久产权 第二美国房价不算高 甚至低于中国某些大城市的房价 第三美国房产政策完善 法律健全房屋产权受到很好的保障 比如房产信息是公开的 购房者可以去政府网站查看 异象房产的详细情况 所有交易信息也都明确承报 有效避免炒房等现象的发生 第四以出租和投资为目的的房产 可获得较高的租金回报率 与稳定的增值效益 第五美国房产分为独栋别墅 连排别墅公寓等多种类型 买家可依据投资目的 选择最合适的房型 第六没有绿卡也可再美购置房产 由于法律透明公开 购房程序简单明了 任何人都可以购买 而且购房人理论上 不必亲自到美国就可以完成交易 不过在美国买房与移民 没有直接联系 外国买家无法因此而获得绿卡 二购房手续与程序 外籍人士购置美国房产 如果是本人亲自前往 只要有护照就行了 如果是委托他人购买 则需给受托人一份公正过的授权委托书 并提供一份护照复印件 受托人有了委托书 可动用委托人名下的银行账户中的资金 支付购房款 代签买房合同等法律文件 以及代办过户手续 买房的整个过程要经过层层手续 虽比较繁琐 但也相对将房产过户中的欺诈 违约几率降至最低 由于美国的房产经济 需取得各州房地产执照 才能职业整体水平 与职业素养较高 因此买家只要选择一个负责 有经验的房产经济 其他事情就不必担忧 而在加州买卖双方经纪人的佣金 都有买房支付 购房者也省去了佣金费用 3. 购房资金支付于后续花费 外籍人士在美购房可申请贷款 不过卖家和贷款公司 对这类贷款申请审查严格 因而贷款难度更大 另外贷款买房要比一次性 全现金支付需要更多材料 手续更复杂 一切顺利的话 贷款买房的成交时间 在一到两个月 而全现金购房最快7天即可成交过户 同时由于外国人贷款审批期限长 所以在选择投资标的物时 比较不容易拿到相对优惠的价钱 房款支付过程中 如果买家在中国或美国售有公司 资金汇入与转出应该没有问题 如果是以个人名义汇款 则会受到外汇管制限制 需分批汇入 也就会耗费更多时间 比较来看 如果购房者在美国的银行已设有一个账户是最方便的 因此购房之前 购房者如果有机会来美考察 建议顺便开设一个银行账户 如果没有 也可以使用信得过的朋友或亲属的银行账户 在购房过程中 需提供的文件也缺一不可 现金买主需准备的文件 包括有效的护照和签证 购房资金证明 国内银行中英文版的存款证明 在美国当地银行开设的账号 贷款买主需准备的文件 包括有效的护照和签证 工作证明 工作收入 单位火接到开具证明 交由公正公司翻译 中英文版的银行存款证明 在美国当地银行开设的账号 而买家交付房款顺利过户后 并不代表就高枕无忧了 在美养房 每年还需支付房产税 房屋保险 物业费以及维护费等各项开销 四 投资房产托管 外籍人士在美购买的非自住房屋 可找人贷管 如果是投资出租房产 一般可以有两种方式 一是业主可将房屋委托给专业经纪人 经纪人会帮忙选择条件较好的租客 二是交给专业租赁公司打理 一般而言 美国房地产买卖是受到法律 严格规范的经纪人模式 并且有公正公司监管资金和重要文件 很好地避免了骗局的发生 经纪人在合同确认之后 就会提供买家一个监管账户 用来汇款 这个账户受到州房产委员会监管 账户资金不能挪用 因此非常安全 另外外国投资人出售美国房产 需缴资本利得税 所得税 在加州联邦加州政府 共收约25%的所得税 比如房子买入80万美金 卖出100万美金 卖家赚得20万美金 这所得的20万美金 就需缴纳25% 也就是5万美金的税 投资人可以找一个可靠的会计师 来替自己处理税金的申报缴纳 省去麻烦 如何建立良好的信用记录 美国经济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 要租房 房东会要求租客 同意查他们的信用记录 要申请工作 雇主可能会查你的信用 要购买房屋 而需要申请房屋贷款 银行要查你的信用 要申请汽车贷款 汽车经销商要查你的信用 信用除了决定你是否符合资格申请的贷款外 还决定了贷款的利率 如何计算信用分数 在1989年 一家名叫费尔·埃塞克的公司 向贷款机构推出了一种消费者信用评分方法 该评分方法通过复杂的计算程序 来判定消费者的信用度 这个被称为FICO的信用度评定方法 将最低分定为300分 最高分定为800分 如果你的分数在700分以上 就是信用记录良好 如果在750分以上 贷款机构会将你当贵宾对待 如果分数在500分以下 谁也不会贷款给你 在评定你的信用度的过程中 FICO会考虑到以下因素 你的付账单历史 是否准时付账单 拖延的次数 以及拖延有多长时间 你的信用使用率有多高 你所获得的信用额 与你利用该信用的比例 你动用你的信用额越多 对你的信用越不利 信用率越低 你的信用就越好 你现实的负债总额 你负债越多 信用就越低 近期是否获取到新的信用额 获取到新的信用额会降低你的信用度分数 你的信用历史有多长 信用历史越长 信用度就越高 通过以上这些因素可以看出 你的FICO可能随时都有变动 例如如果你偿还了一大笔债务 你的信用分数就可能会增高 除FICO分数外 美国三大信用局从2006年起 也联手推出一套类似于FICO的信用分数评级制度 它将信用分数定为501到990分 901到990为A等 801到900为B等 701到601为C等 601到700为D等 501到600为F等 不过此等极致刚推出不几年 其欢迎程度远远不如FICO 如何获取到自己的信用分数 依照联邦法力 消费者有权每年从三大信用报告公司处 获取到一份免费的信用报告 比较聪明的消费者会使用分散索取的方法 来每隔四个月向不同的信用报告公司索取 而不会同时向三家索取类似的报告 例如你可以首先向Exprime公司索取你自己的信用报告 过四个月后再向Equifax公司索取 再过四个月再向Transunior公司索取 这种做法可以使你全年掌握自己的信用状况 你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获取到自己免费的信用报告 上网www.annualcrediport.com 写信索取 地址如下 打电话索取877-322-8228 不过索取到自己的信用报告 并不表示你会知道自己的FICO分数 虽然FICO分数是按照你的信用报告计算出来的 但是FICO与三大信用报告公司都是独立的盈利机构 要获取你的FICO分数 可以到3w.myfico.com支付小额的费用 购买自己的分数报告 如何维持良好的信用及修理自己的坏信用 培养出良好的习惯 一收到账单就马上支付 绝对不要拖延时间来支付自己的账单 尽快将数额较大的贷款偿还 贷款数额越大越会拖低你的信用分数 关闭旧账户不仅不会提高你的分数 反而会降低你的分数 因为关闭旧账户会将你原来可利用的信用额度减少 过多的查信用行为会降低你的分数 如果汽车经销商房贷公司经常查你的信用 信用报告公司会认为你可能要申请其他的贷款 同时会认为你可能准备申请破产 不要过度相信市场上的信用修补服务 如果发现信用报告有误 你可以自己向信用局提供解释 并要求信用局做进一步的修改 三大信用局的联络方式如下 Equifax Information Service.LFC PO Box 740-256 Atleta GA 30374-0256-800-688-111 3w.equifax.com-888-397-3742-3w.exprime.com TransUnion Concern Solution PO Box 2000 Truster PA 1902-2000-800-916-8800-3w.transunion.com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